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武安 我是周藝勤 欢迎大家再一次的收看 星期二下午1点钟直播的 擒天天夏事 我们也欢迎赖月谦老师 主持人好 共同朋友大家好 好 谢谢大家 在每个星期二的这个时间呢 都跟我们一起共度 那么也千万不要忘记哦 这个直播的一小时呢 很重要 一定要在一开始 先帮我们来按个赞 按赞先来充人气 那么也感谢大家 那在今天呢 当然我们的话题不少 那我也要先谢谢 这个刘亦龙 真的是我们忠实的粉丝了 他说擎天天下是最敢讲 然后呢说 你的心声我们讲 大家好 我是周玉琳来 欢迎大家收看擎天天下是 还帮我们改编了一下 头条开讲的open 谢谢谢谢翼龙 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呢也看到handwan 谢谢您 说晴天大家午安 听到加萨医院 失衡遍野新闻 看到已军收拾床铺的画面 真心恶心极乐 真的是让人觉得 实在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可悲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却无力阻挠 因此呢 在今天我们当然也要 好好的来分析跟讨论了 谢谢大家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从这个话题开始聊了 所以雷老师你知道吗 这个4月1号真的不是愚人节的玩笑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愚人节 对 但是这一天呢 我们看到是在我们的 昨天晚上 就我们这边的时间 大概晚上的10点多一点点 也是呢 在当地时间的 4月1号 傍晚5点一过 结果没几分钟 然后就看到呢 这个叙利亚的上空又发生了空袭了 是 好 最主要的是以色列 炸毁了伊朗 好 这个住叙利亚大使馆的 不是主楼 是副楼 它有两栋 一个是主楼 一个是副楼 那么呢 它是炸了这个副楼 那这个副楼呢 这一炸 结果造成 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 说才刚到叙利亚 结果就在这场空袭当中呢 就死亡了 那么呢 在这一次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 当然也惹毛了伊朗 所以伊朗呢 这个外交部长 就直接的说 这个空袭违反所有的外交规范和国际协议 内塔雅胡 这位以色列总理在加萨是连续吃鳖 他无法实现犹太复国主义 现在已经是完全的失去理智 好 那么呢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西南方的这个伊朗的领馆 竟然它的副楼会这么样的被炸 因为它是在你看哦 它是两栋楼的中间 所以它炸的算是很准 很精准 对不对 而且它也知道那个人在里面 是的 所以它就直接炸了 所以它也充分掌握到了情报 我先请求一下拉老师 为什么现在这个以色列要做这件事情 它的用意是何在 难道它想要让整个冲突 整个情势升高吗 是的 它希望伊朗带领的它的这些朋友 例如说包括里巴伦的曾祖党 或者是叙利亚 甚至叶门的胡塞组织 能够对于以色列发动更强烈的报复行动 那一旦他们发动对以色列的更强大的报复行动 那这样的情形下就双方之间的这个军事的冲突就往上拉高了 这样的话以色列就可以把美国拖下水了 美国是吗 真正的是要把美国拖下水 对因为以色列如果跟周边的国家大面积的交战的话 那这样的情形下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没办法忍受了 因为如果有更多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以色列境内的对以色列人进行攻击的话 那这样的情形那以色列的军队他的反习 然后他一定会在美国的犹太人 他们一定会要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政府 对于这个黎巴伦对伊朗 那他们那个实施的再反制的一个动作 那本来很多在美国的犹太人对伊朗就很不以为然 而且再加上美国政府本来对于伊朗的关系就非常的恶化 那因此呢 如果说以色列这次能成功的激起伊朗的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扩大彼此之间的战争的话 美国就完全被拖下水 美国一旦被拖下水 英国也会被拖下水 所以欧洲这个地方里面 那就要看其他的国家包括法国德国 我估计法国是不会介入的 但是在欧洲的英国介入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因为他追随美国的几率是最高的 是的 不过你看看哦这个你上个礼拜不是才在讲 所以感觉上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 已经快要被抛弃了 因为美国呢其实这一个弃权票 其实就说明了一切 但是很显然的呢就是 虽说他是投下了弃权票 那但是呢纳塔亚胡显然他今天做这件事情的话 他是怎么样 他是希望说 要让美国拖下水 也就是说你别想把我丢下 就是呢意思是很简单嘛 你还是得必须呢要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 因此呢美国是怎么想甩也甩不掉这个以色列总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最主要就是因为以色列内部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对就在3月31号的这一天将近是10万人上街头 他们要赶快释放人质之外 并且要求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下台 那这个跟我们上个礼拜的预估是一样的 对上个礼拜我们怎么说呢 上个礼拜我们当时的预测就是说 当美国投下这个弃权票的时候 他就让以色列人知道说 美国对内塔尼亚胡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 而且呢内塔尼亚胡事实上已经让以色列在整个世界是被孤立的 对 以色列人是支持对哈马斯用兵的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 但是问题就是用法做法 还有就是跟国际之间的关系打交道要怎么去处理 也就是说你在对于哈马斯的用兵 你同时也应该要把人质救出来 你也还是要减少这个其他的无辜百姓的损失 避免这个整个国际间对我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强大的不满 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事 但是很明显的你都没有做 你也没有沟通 然后你派出到联合国的那个大使 他只会去制造更多的敌人 然后跟更多人对骂 可是他交不到朋友 这样的情形下其实是以色列的内部里面的有很多的 不管是这个不同跟内塔尼亚胡不同派系的人 他们是深不以为然 那很不以为然的情形下 他们当然就会去观察你美国的态度跟动作 而美国的这次投下弃钱票 因为这是很罕见的 当美国投下弃钱票的时候 就等于是告诉以色列人说 我对于内塔尼亚胡政府 我已经放弃了 那你们可以去做你们应该做的事 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内塔尼亚胡说我不会解散那个内阁的 我不会解散 他也不会下台 对因为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会干到2026年 现在才2024 25还有26 所以他事实上是恋战的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想下台 可是当他看到这10万个人走上街头的时候 要求要释放人质 要求要解决问题 要求让他下台的时候 那你想对于他来讲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 扩大冲突 扩大冲突 扩大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冲突 那扩大冲突以后 就可以名伏其始的是 这是战争内阁 战争内阁不能更换 那就比照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说我现在还在打仗 所以我们不选总统 没有选举 对没有选举 一样的情形 用了同样的策略 都只是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权位 我跟你说他的情况比那个 乌克兰的那个领导人 泽伦斯基还要好一点 因为泽伦斯基其实他的任期是到5月 对 所以按道理来讲 他们应该早就要在这个月份 应该已经举行选举 但是他并没有 应该在三月份就应该选完了 对呀 那选完 可是问题就在于 当时美国也要求 尤其美国的共和党 要求泽伦斯基 你应该要进行选举 泽伦斯基说 那我要选举可以啊 钱你给 第二个呢 我的选票一定要送到前方战事 而前方战事要回来投票 那怎么可能 那做不到的话 那对不起 就没有选举 他就直接没收了 把选举没收了 他就可以继续当他的总统 而且一直可以当下去 只要战争不结束的一天 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 那你想 他怎么会要俄国结束战争呢 俄国如果打了十年 他都当了十年的总统 对 所以以色列现在的情况呢 也差不了太多 反正呢 一样这个总理就是死不下台 不下台就是换别人死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嘛 那刚才我们在说 以色列的总理 说真的他也够硬 人家在那边示威游行 在抗疫的时候 那天晚上他做膳气手术 然后呢 做完了手术还满血复活 对不对 满血复活 继续就是打给你看 然后呢 他甚至呢都还在强调 他说 他其实在动手术之前 他就说我会成功的完成治疗 并且很快的就恢复行动 还真够快 因为扇气是小手术了 也是啦 也是 好 但是他就讲到 他说战争最后阶段已经快到了 然后呢 他说美国的压力是不会阻止他的 所以呢 这次我们看到他精准的打击 直接用空袭的方式 去攻击了伊朗 叙利亚的领馆 那么呢 其实旁边还是这个加拿大的领馆 对 因为他是用F-35 F-35的战机 他隐身嘛 因为叙利亚的本身的这种 雷达的系统的功能 不够强大 所以他侦测不到 F-35已经飞进了 因此我们估计可能F-35 是飞得很近了 所以很精准的去打到 这一栋建筑 对 但你知道 以色列他其实不是只做这件事情 更可怕的是 最新的消息指出 他呢 在这次的这个空袭之外 还空袭了加萨 因为有美国的慈善机构 世界中央厨房的援助人员 还因此不幸丧生 据了解现在目前的这个消息是说 一共有死亡五位 其中包括一个司机之外 另外四位呢 其实都是很多外籍人士 有英国的有波兰的 还有身份不明的 其实呢这个是人道的援助机构 居然照样炸 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可怕 并且呢 以色列甚至呢 还有一个最新讯息是 他要关闭他 以色列国内的半岛电视台 他说因为你都在帮哈马斯讲话 所以呢 就要叫你闭嘴 直接把这个电视台就给关了 邰老师 他的两个做法有一点就是 加萨的这个攻击 坦白说我们很难理解 那不是摘戒月吗 还没结束呢 那他没有去攻击这个难民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因为他没有攻击难民 所以看起来他好像 还是在停火的一个阶段里面 可是他对人道主义的 这个车辆的一个攻击啊 坦白说我们是匪夷所思 对因为是人道援助啊 那他可以找一个理由 说是物诈 说以为那个就是哈马斯 他可以找一个理由 就好像当时美国去炸 这个中国大陆在 南斯拉夫的大使馆的时候 他也找了一个理由 说这是物诈 对那反正你也知道 欧美的西方国家 他们就是蛮口还原 他们常常 其实人民还 人民是很好的啦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政客 他们本身都是靠的欺骗 然后能够掌握政权嘛 那他们也是靠的欺骗 他们在执政嘛 所以他今天明明白白 相当有可能 他根本就知道 他就是故意这样做 然后减缓人道主义的 这个顺利的一个进行 我想这个是他的一个用意 那另外有关半导电视台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他们只能够有一个声音 其实欧美的国家 一旦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只能容许一个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有利他们 那当他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他就会改变一个态度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有新闻自由 思想自由 可是等到他不利的时候 他就是说我们那一些都是认知作战 所以要全部铲除掉 这个就是他们对于玩弄 这种文字游戏 玩弄这种所谓的新闻自由 或是什么思想自由 他们都玩得非常的得心一手 所以要看 有一些人就是脑袋昏头 完全迷信相信 欧美人的那一套哲学 那当然反正他认为 欧美人是他的组织 欧美人怎么说他都信 那你也就佩服他 所以以色列现在这样的做法 他的攻击 包括刚才讲的 不要说是对于这个人道的援助车辆 尤其还有包括对于叙利亚的这个领馆 那是故意的 那这算不算是违背了联合国的那个决议 领馆没有 因为里巴伦跟这个叙利亚的话 并没有碰触联合国的决议 联合国的决议是说不能够再对于江沙地区 那么进行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知道这是一条界线 所以他也没有越线 他还是没有去违反联合国决议 但他照样在攻击 他攻击的就是哈马斯的盟友 可是现在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你看因为现在看到伊朗已经扬言要报复了 然后呢这个伊朗是不是可能也会让包括像是黎巴嫩真主党啦 民兵组织伊拉克也有民兵组织啦 让他们或甚至是红海可能又会又会有这个胡塞组织 可能也因此会蠢动 然后再度的发发动这些的攻击行动 目前要看的是伊朗怎么做 那伊朗可能有几种选项 我们判断 第一个就是伊朗可以提供黎巴嫩 还有就是伊拉克民兵 还有就是叙利亚 甚至胡塞组织 那他们的武器 但要把它升级 让他的杀伤性更扩大一点 然后让他的导弹打得更远一点 无缘机那么更多一点 这个是伊朗可以强化 他的盟友的这些武装力量 他可以做这件事 第二个呢伊朗相当有可能他会组织 他在伊拉克靠近以色列的这些民兵组织 甚至他一定要会 我估计了 他会想方设法 把他的这些更远距离的武器 那么速度更快的导弹跟无人机 然后推到更接近以色列的附近 这样的话对以色列的内部里面进行攻击 以色列国内 对那他的力道才会够大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一旦是如此的话 那就是以色列跟周边国家的一个战争了 或者是扩大冲突 那这个绝对不是美国乐见的 其实也不是我们中国大陆 或是我们这个中东地区所乐见的 但是以伊朗的报复行动是一定会发生 只是说是等比的报复 还是加一倍的报复 那如果只加一倍的报复 那这是另外来看了 还有就是能不能报复的成功 那也是另外一个思考点 好 所以你觉得就是说整个中东的情势 是不是也就因为以色列这个4月1号的行动 显得更加的不安乐 那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美国这不是在火上浇油吗 因为他又愿意要提供给这个 以色列50架F-15的战斗机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说 对于以色列的军事援助方面好像都没停过 但是现在是说这是有始最大比的一笔军售 所以拜登要把它放行了 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F-15 那为什么这个50架F-15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F-15是重型机 所以它是攻击力战轰机 攻击力是比较强的 火力是比较大的 那它跟F-16不一样 是不同的设计的概念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拜登是这样子 拜登也还是要考虑他国内犹太人 所以他反对是内特尼亚福的政权 可是并不反对以色列 所以他还是要满足以色列 在军事需求方面的武器弹药 包括这个F-15战机 所以很明显的 也就是它是两手 一手对于以色列的一些 内特尼亚福政府的一些做法 不以为然 另外一手他就会让以色列的国防军 他拥有足够的武器 然后能够去继行他的一个任务 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两手做法 另外我觉得由于这是以色列 对于伊朗的一个攻击 会使美国在这个叙利亚的北部 跟伊拉克的这些军事基地 本身也可能面临威胁 那如果说今天讲设伊朗的民兵组织 或是叙利亚他们对于 这个以色列进行攻击的话 那对美国来讲 他就处在两难的一个地步了 他要不要去反击 协助以色列来反击 那如果一旦协助以色列来反击 他的军事基地很有可能就会受到 伊朗的攻击 过去伊朗 您看那么多年以来 伊朗从来没有真正的 把美国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的有生战力就是美国军人 打死 几乎都没有嘛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伊朗其实也是有劫志的 避免挑起美国跟伊朗之间的真正的 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军事冲突 不过你看现在呢这个美国反正照样转了 该转的还是不可少 所以从来不停 这个军售照样给 那但是呢 这个在此同时 我们先来跟这个线上的这个网友们 赶快来提醒一下 赶快呢来这个帮我们来按个赞 按赞冲流量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不过同样也是在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我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来聊聊金门好不好 因为我真的实在是觉得 你知道上次我第一时间 我看到说金门要在四月份实弹射击 我就觉得这个情况很普遍 因为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呢 当我们看到大陆有多少船 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靠近金门 这个本岛啦 大胆啦二胆啦等等 哎这个穿梭自如了 结果呢 你金门说要实弹射击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一点这个 理性啊 就是完全已经是 没有理性思考了 难道不怕这个擦枪走火吗 好了 结果今天一觉醒来 突然发现金门不实弹射击了 这个消息变化还之快 你看这个 根据金防部 金门防卫指挥部 他们呢就说确定暂缓 这个对海实弹射击演练 本来是四月二号开始 那在好几天呢 不是只有这个二号今天呢 好几天啊 九号啦 十一号之后十二号啦 都是在什么 金门要实弹射击演练 那这个里面有好多本岛啦 猎雨猛虎雨后雨等等 都是要做地面对海的实弹射击演练 那现在就确定暂缓了嘛 那当然要给个理由了 结果金防部怎么说呢 担心海上射击具有引起挑衅的意味 而且加上物际来临 海上存在什么 介护的危险 目前战时就改成 陆上靶场射击训练了 好我先来问一下 我们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觉得 这个金防部说担心 海上射击具有引起挑衅的意味 而且有物际 又难以介护 所以呢就取消了 取消了大家赞成吗 好赞成请加一 好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看看 我们线上的网友 大家一起讨论 但是这个是真正的理由吗 大家认为是真的理由吗 待会我来请问你们大家 我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 他所说的这个理由 你记一下了 你一一来破解一下好不好 你告诉我们 这是不是就是真正的理由 当然不是了 但是我赞成了 赞成 就是我赞成那个暂缓实施 但是他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 好 为什么 我们先从他所说的理由好不好 他说物际来了 借户会有危险 射击可能会引起挑衅的意味 那这些难道都不是理由吗 一般来讲的话 观众朋友 我们在射击的时候 对于炮兵来说 他当然会看到弹着点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炮 基本上来讲他的比较智能了 然后我们那个是很科学的东西 你装多少药包 然后角度多少 他打出去的弱点 因为他抛物线嘛 就会落到哪里 那个都是可以估算的出来的 那误差都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跟有物跟无物 这个跟影响不大 有没有物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不会说因为有物际来了 所以因此呢 他是说海上会有借户的危险 借户也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都用雷达 难道有物以后 雷达都看不见啊 我们还有航机图啊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船舖都会有 都绝大部分都会有定位的 眼睛看不见 雷达看得见 雷达看得见啊 而且呢 卫星也可以看得见了 定位系统也可以看得见 不然物际一来 是我们难道就看不见航机啊 这怎么可能嘛 那我那他怎么开船 然后既然物际来了 那船他还敢开出去吗 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来看的话 那他船还敢开吗 所以这个根本不是理由嘛 那原因在哪里 我们也上礼拜有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说 确实每一年 军防部都会有两次以上 的一个实弹射击 这是我们在上礼拜有讲嘛 你一直强调那是例行的训练 例行的训练 那时间他可以选择跟决定 对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以往很少是三四月来打的嘛 对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有 你说时间有提前 对 本来没那么早 在前年的时候是十十一月嘛 对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七月嘛 对 那也没有在三四月来打的嘛 对 那很明显的 他就是提前了嘛 对 所以虽然是例行的 他可以用说我这是例行的演练 那看起来好像是有道理 但是时间点就是一个鬼嘛 对 然后我不是问你吗 我说为什么要提前 那所以我们就问说 那马英九什么时候跟这个 这个蔡英文 报备一下 说我要去大陆去访问 因为那是报备嘛 不是核准嘛 是 那他去报备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蔡英文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对 然后就临时要这个军方 你给我提前演练 那我们是觉得这是合理的推断嘛 对 所以我们就要求说 要不就是你蔡英文你公布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然后你跟军防部的 这个实弹设计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直接讲嘛 是 说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嘛 然后你什么时候知道嘛 军防部什么时候公布 大家一对就清楚了嘛 你什么都不敢讲 也什么都不敢说 然后突然间就说不打了 就是而且是今天哦 对 那就是马英九刚到大陆 是的 然后呢 可是AIT主席也来了 AIT主席来了才是重点哦 好 所以你 是他叫蔡英文不要实弹涉及 他一定会问说你在干嘛 他一定会问说你想干嘛 你在干嘛 你能干嘛 那之后如果怎么样 你会怎么样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蔡英文他们被问 那本来他们想说那个 那个装模作样一下 白白姿态说我很勇敢 我是天下第一友 我跟你讲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 在安全的时候他天下第一友 一旦他有威胁的时候 他就跪地求老 这种人我们看到很多 是 所以换句话说他现在是真正觉得 好像可能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我用三句 我用三个五 三个五 第一个叫无聊 无聊啊 对 然后呢 第二个叫做无知 无知 第三个我们叫无胆 无胆 就是民进党就是无胆 所以我就叫三五民进党 无聊 无知 跟无胆 无聊 无知 无胆 所以呢 重点其实刚刚赖老师 你觉得是跟AIT主席来到台湾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说了什么 这个恐怕比较有关联 就美国讲的他们比较会听 比较会在意啊 大陆摆明的就是你试看看啊 是 哎大陆的船没有走哦 没有走啊 你试看看啊 我看到像今天的啊 这个因为他这个资料会一直变 就是大家其实是看那个动态 穿着这个动态 其实在今天我看到 至少就有两艘大陆的船 有海警船 在这里巡 包括在这个 总之就是在周边 是的 他也许他不是在所谓 我们一直都会讨论说 是不是在进限制水域内 未必 因为他是其实是进进出出 可是他真的还在这周边 没有走哦 而且我看到至少有两只 大物 那他不应该开航啊 他看不见啊 他怎么能够航行呢 没有没有 那个是台湾的金防部才会说这个 所以啊 所以我才会说 谁信 而且重点是说 他现在就是解释说什么 为了担心具有引起挑衅的意味 你本来就是要挑衅啊 我就觉得怪了 就是你提前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挑衅啊 你现在是因为怕了 就是你的做模作样没有成功 然后大陆就说你来试看看 我觉得关键还有一点 就是大陆的船只坚守巡航 你知道他不管你有没有要实弹射击演练 我照样就在这里 你敢打吗 你打到我了 然后AIC主席就问说 那然后你要干嘛 对啊 那台湾方面呢 然后呢 打到了怎么办 这个时候蔡英文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这样子 哑口无眼 哑口无眼 然后给自己丢脸 不是我跟你说 而且重点国台办 其实好几天前 就已经有透过发言人强调 这个就是挑衅 那个时候你觉得金房部有管吗 没有啊 金房部那时候 根本完全无动于衷 那么一直是到今天 然后你看到 才突然看到这个消息发不出来 其实应该是昨天的 那如果两边打起来的 然后那AIC主席回不去了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呢 为了要避免 真的有擦枪走火 所以我想 这个线上的网友 欢迎大家来表达意见 您看到底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来留言 那但赖老师认为说 无聊无知无胆 无聊无知无胆 这三个无就是还给民进党的官员 我觉得这些民进党的官员 实在是 对 唉 这种人还能执政 了不起啊 台湾的民众 是是是 我们怎么会选出 这种三无的政党呢 赖老师 拜托 我跟你说 其实现在两岸的关系 你自己看啦 你觉得到底现在 有没有好一点 我觉得很难 你觉得没有和缓 不可能 的迹象 完全没有 马英九去深圳了 已经去大陆访问了 我觉得他的访问 目前一开头就是好的 对呀 看起来挺不错的耶 但是你民进党执名不误啊 民进党是 民进党这个党 他不会考虑我们真正老百姓 想要什么的 对就是因为毕竟执政的 也不是国民党 然后执政的现在还是民进党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在马英九他这个参访的行程 真的是满党 然后昨天第一天到 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呢分别参观了什么 包括像大疆腾讯 这是在昨天 然后在今天你知道 他去看了比亚迪 那我看到那个画面 我觉得也很有趣 让我又联想到 我们上次去武汉的时候 坐在这个比亚迪的车子里面 哇觉得实在是好新哦 怎么可以坐得这么漂亮 这个比亚迪的车子 速度好快 起速好快 对但是你知道 这个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马英九看到了 还有加州州长看到了 看到什么 原地打转啊 对太厉害了 对就是仰望啊 这个U8这个车子 能够原地打转360度 这个马英九也觉得很 哇这亲眼见到了 这个是很了不起 可是呢 他还反问了 这个国外办主任宋涛 是 他问他说比亚迪能领先多久 对 对 宋涛回答很有学问哦 怎么说 嗯 他说他要展现自信啊 你们永远追不上 对 对他是这样 他让你西方国家跟日本 以前的汽车工业大国 你永远追不上我 对 但是比亚迪的副总裁 负责接见的马英九 他当然会含蓄一点 他就说至少是三年 三年的时间 他是含蓄了 当然了 但他毕竟现在已经是全球车业 电动车业的龙头了 对 所以呢在销售也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因此呢 我们看到在今天这个访问的行程 确实也引起了关注 嗯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你看他昨天去看的是大疆 讲到大疆我就又想到那个金门啊 金门的小兵啊就看到是大疆 而且是一个大陆的这个小老百姓 然后呢就只是因为呢觉得最近 对于这个台湾方面这些民进党的官员 这些台独实在是太不满了 对 就弄个无人机来 然后呢就把这个二胆的士兵呢 给弄到吓一跳 然后赶快往后跑 然后呢这个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大疆就是无人机就是这么厉害 所以他的这个销售也确实是成为什么 在全世界 成为让美国什么 很有压力的一个企业啦 所以拼命的想要打压 美国只要一输你 他就拿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压你了 所以那个国家安全的理由都是借口 不用相信 但是你看哦 马英九去 他又看大疆 他又去看什么 看比亚迪 他当然要去看大疆 因为他要让整个台湾的民众知道说 大陆的高科技的发展已经到什么水平 而且他要特别是要让年轻人见证 亲眼去看 是的 对 要不然的话好像大家都锁国了你知道 你要看看他们的 照那个萧续成的说法 就是我们不能够锁在这个台湾这个岛 我们一定要什么 要能够放眼全球 所以他要让年轻人多看看 是的 没错 你要看一下他们的研发中心 看一下他们的生产的流线 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让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年轻人看到大陆的发展的速度 指量是如此的快 如此的高 所以眼界要放大 胸怀要放大 可是你知道其实现在都是外媒在报道 说就是4月8号 马英九将能够再二汇到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那只是说大陆的官方 没有百分之百的确认 但我觉得我就一直觉得 就是会有这个马席二汇 应该是会了 那有一个观察的指标 对 因为这样子会让大家都有一个期望 那这个期望的话就会想说 这个会一直留意马英九从1号 一直到8号之间的事情 这个对于马英九此行来讲 要让全世界特别要让台湾的年轻人 看到中国大陆的高速度发展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目的 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 对啊 你看像昨天 那就去看深圳那个标标准准的 必看无人机秀 就晚上就会有这个灯光啊 这个上次我记得这个韩国瑜去的时候 他也有看啊 这次呢其实马英九带着年轻的学子们 也能够看到 那当然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高科技 满满的这个高科技黑科技 因此呢当看到就是不一样 那个印象确实是会非常深刻的 再加上其实也有蛮多台湾年轻人 是在当地工作 当然是 深圳里面有很多台湾的高手 对 台湾的很多高手 事实上是在大陆 在深圳也好 其实在苏州也有很多 阿里巴巴当初也是中国 也是很多来自于台湾的高手 去那个地方工作 高新园区 对 帮他们建立起来 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年轻人的 一起合作打拼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 都是一些好事 对于大陆是好事 对台湾也是好事 严格上来讲 对整个全人类的生活 更加的便利舒适 都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到目前其实你看到 他跟宋涛就是缠九二共事 对 然后就是缠两岸和平的重要 当然就九二共事 两岸之间缠能和平嘛 你绕开九二共事都不可能了 宋涛第一天陪着 对 第一天就见了 对 而且看起来是一直在陪 第二天也是陪同 去比亚迪也跟着 是的 所以接下来所有的行程 可能宋涛也都会跟着 如果是都跟着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那就一定会见到习近平了 对 那你对这次的马习二会 习马二会 有期望 期待很高 你的期待是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 能讲出什么不一样的吗 最主要是习近平会对于台湾 以及对于世界各国 那么释放出很明确的 对台的一些讯息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好 就是他有话要说 对 然后借由跟马英九的见面 对 然后再直接 而且也会不只谈两岸的问题 也会谈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对于全世界 美国想要孤立打压中国 那中国大陆是希望 整个全世界要去风险化 那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我们讲的是 要去美国给整个世界 带来危害的风险化 好 其实呢有人说 其实大陆方面现在的做法 就是软硬兼施 如果说针对台湾的话呢 就是对台湾的有志志 是软的 但是对台独呢 是绝对强硬到底 那很硬的 而且硬到夹硬 解放军的态度 解放军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那就是打击态度 最近其实看到解放军的训练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都是实战 士兵 不是演戏啊 是该打就要打了 而且主要还是针对美国要打 你是说针对在台海周边吗 台海 两岸之间的战争坦白讲 对解放军来说的话 台湾的问题并不大 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美国 所以我的推断啊 解放军现在的练兵 是朝着美国在练 那我觉得民进党把自己 吹气吹得高 你是看到了什么 你觉得是针对美国在练 一般来讲的话 因为坦白说台湾是一个岛屿岛型的 那基本上你自己没有战略武器的生产制造力 那如果说在第一波的时候 能够大量的耗损这些战略武器 然后再来另外台湾它的电能 它的除油量是很脆弱的 那所以如果那些被摧毁 那人员也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 然后电网被摧毁 基本上来讲 那台湾的所有的整个工业 台湾的所有的经济生活 就马上就停下来了 所以台湾其实严格上来讲是蛮脆弱的 然后那些战略武器被摧毁 例如说你飞机 船舰 坦克被摧毁 所以它地面部队并不是说 它第一时间就要进来 那它用精准的这些打法的时候 那基本上来讲台湾 如果就像你讲的无人机 大陆的无人机的数量有多大 对不对 几百万 对啊 现在这无人机海 如果这个整个编队身形以来 所以它只要一进来这边 都用无人机来去做一些扫荡 那等到都差不多了以后再进来 那这个时候它的有生战力 可以保存很好 台湾那大部分的武装都被解除了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处理的速度就会很快 所以真的要仿的 事实上是美国跟日本的介入 所以大陆的一手就是要对于 日本如果一旦介入以后 对日本就要是 实施致命性的打击 然后另外一手就是 美国如果一旦介入 它对美国的航母 对美国的船舰 就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摧毁 那这个才是中国大陆真正的 硬的这一手 所以大陆的练兵 事实上是朝着美国在练 一般人都以为朝着台湾 我觉得他们弄错了 是朝着美国在练打 美国现在其实那个侦察机 三不五十就靠近中国大陆飞 你知道吗 那它这个侦察了个半天 到底看出了什么端倪 然后呢美国现在说是要加强部署 不是吗 我先说你刚刚讲的练兵 已经练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关注在南海这边 其实你就看到这个相关的 这个报道是越来越多 那大陆解放军 现在到底是要在南海这边 要怎么样的来大练兵 好我们先来讲 如果以军事方面呢 现在南部战区 这个演练蛮多的 地点也不少 有的是在南海 有的是在哪里 今天今天开始的是在 中缅的边境 靠中国大陆的这一边 好南部战区的海军 有雪山舰 庐山舰 有几艘舰艇组成了编队 在南海 展开的是高强度 跨昼夜多科目的演练 那么呢这个里面说 这个说真的 它在里面有很多 比方说各舰组成战斗队型 然后要很快的到 那个战斗的位置 并且对目标 还要进行搜索 判定 然后怎么样能够在 这个快速的移动当中 然后还要有救援 展开救援 那么但是呢 哇这个里面的训练 它说所谓的多科目 是要怎么 包括一个综合攻防的能力 那么要锤炼出编队核心作战 这样的实力出来 我请教一下赖老师 因为一般我们大家不太懂军事 但是就看起来说 好像感觉上呢 是时间更长了 规模又更大了 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出动了哪一些的这个军舰 请教一下赖老师 简单的先谈一下中美边界的实战演练 这个是在预防缅甸的内战 这个它的炮火外衣 所以在警告缅甸的交战方 就是说内部里面还有零零星星的一些战火 那这些交战方你们自己要克制 你的战火如果万一到我的边境 那就是对我国家主权领土的侵犯 那中国大陆解放军 那不会坐视不管 就缓击 一定会缓击 那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警告缅甸 这是预防危机 这个动作 那南海这个地方是展示实力 因为它不只是实弹演练 它是实战演练 实弹跟实战是什么不一样的 实战演练是以模拟战场状态 然后是没有脚本的 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海军 你现在是要进行一场在海上的一个战争 那你的空军就是你的海军航空兵 你本身是要在空中 你要去搜索 所以水面的舰队要搜索敌舰在哪里 空中也要去搜索敌舰在哪里 所以等于是你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它也不会告诉你敌人在哪里 可是一个广毛的大洋中在南海里面 那你要去搜索到对方的舰队 然后你要所以你的队型是以战斗姿态的 例如说战斗姿态可能就已经是要有这个攻击的 然后要有护卫的或者是左右两边 因为而且要有众生回转的 所以它是以战斗编队的方式在航行的 然后一方面是海上的船舰在搜索 对方的船舰在哪里 二方面透过那个人造卫星 三方面透过这个预警机空军 他们本身都在搜索 一旦发现目标以后就开始进入战争了 进入战斗了 所以他有提到就是说战损船坡发现了 然后就开始交战 交战以后他们就把它集成 所以它的整个画面中你会看到靶船 靶船也是在一个人为控制的 所以是在对方都不知道的情形下 然后你发现靶船开始进行火力攻击 然后集成 那这个就代表他能够把它集成就是实弹 可是他是实战的开始在打 然后接着就演练他的船本身受到敌方炮击打到了 敌方炮击打到以后 船船或是船船身被打到以后起火 那士兵他在一方面作战的情形下 另外一批士兵就要去把它灭火 这样的一个演练 然后接着在你灭火到一半的时候 你发现有敌人的空军来袭了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模拟机 假想例如说一些遥控飞机 或是战斗机会上空 然后你的防空系统要整个竖起来 然后就准备把它拦截下来 这样的一个属于海战的一种战斗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里面 其实的演练就是告诉美国 告诉菲律宾 那么也让东盟的国家都看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南海的实战 是随时都可以展开的 哇所以他这个完全没有脚本 不是说那这个剧本走 所以那这个实战化的训练 确实是难度就更高了 你的各种你不但要能够自己保护自己 你还要能够摧毁对方 然后你还要 所以最主要是要侦查 搜索 发现对方 然后那么对对方进行 那么攻击的姿态 那对方也不是每次就让你去打 他也会对你产生攻击的一个姿态 所以一定会有战损 就是说你会有战斗之后的损害 那你损害的时候 你的船被打到以后起火了 你怎么去把它灭火 然后你的船子 那个反应都要非常快 那个全部都要相当的迅速 而且不是只有解放军 还有海警 你看像广东海警 也有这个舰艇的海上实战化的集训 是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海警在执法的时候 你看到菲律宾的民兵 武装民兵船 然后他本身对你海警产生攻击的时候 你海警怎么去把它摧毁 然后如果说对方又有军舰过来的时候 你的军舰怎么去摧毁对方的军舰等等 这些都是在做实战化的演练 来老师 现在其实你看到 都是海警在对付那些菲律宾 海警的船 对不对 海警是前线的 因为那是属于行政管辖 但是军队要保护海警的安全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现在你看到解放军警 并没有站在第一线 会不会哪一天真的就站在第一线了 那是军事交战 一般来讲我们是这样看的 警察的执行的区域就是我们的领土内 所以海警船在执法的时候 这代表他行驶行政管辖权 那就是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领海 或是我们的经济海域 所以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领海跟经济海域中 我们的警察在那边巡逻 来去执法 可是如果他的执法碰到威胁的时候 比如说对方的军舰威胁 那在这个时候军舰就要去保护海警 所以海警要去摧毁那些违法者 但是如果碰到对方的军舰的时候 就由我们的军舰去摧毁对方的军舰 那军舰跟军舰的交战 或者是海空的一体战的话 那就是两国之间的战争 对啊 那跟警察冲突不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因为你看像现在在钓鱼台附近 其实你不仅是看到什么海警 其实像解放军 军舰也会去巡逻 对 所以我就在想 那像南海 菲律宾闹得这么凶 那会不会也变成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军舰一直没有离开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都始终在聚焦于大陆的海警船 对啊 军舰一直在啊 都停泊 或者是有时候也在那边巡逻 是 现在其实哈 这个大陆方面哈 在军力哈 不要说是解放军 还包括连海警 这个实力强大 我在想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是他真的就这样的有底气吗 他真的认为 菲律宾之外 有美国跟日本共同来合作 就不怕了吗 那我先讲 那谁在顾虑这个 谁是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 是他的姐姐吗 因为他的姐姐哈 这个伊米马可斯 他透过这个马尼拉公报的 这个菲律宾媒体的一个报导 我们看到他身为美 这个菲律宾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这个姐姐也是个参议员 那么他呢 就在声明当中已经警告了 他的公开声明呢 他是非常反对 菲律宾继续在南海对中国大陆挑衅 他怎么说呢 他说眼下在与中国间发生的海上冲突呢 这种情感而非理性站上风的发展趋势 正把菲律宾带向危险 菲律宾应该要拒绝外部力量的慷慨赠语 那么他认为这种赠语呢 是让世界各地都陷入无休止的导火线 因此他认为呢 应该要展开的是对话 要寻求的是和平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一再的挑衅 那我甚至也看到像是菲律宾的这个媒体 另外也有一个媒体 马尼拉时报 马尼拉时报呢 其实他也特别就是 看起来也是在呼应这个说法啦 就认为说其实现在呢 不应该对中国采取这样挑衅的态度 所以菲律宾媒体呢 也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呼吁 我想请教一下賴老师 是不是现在目前菲律宾的国内 这种反弹的声浪越来越高啦 一直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用 你看小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美国拉得紧啊 又说会给东西给他好处 那是小马克思可以得到利益 其实小马克思更想要的一个更大的利益 就是修改宪法 修宪 然后能够让他的任期再干一下去 延长 对 然后仿向他爸爸成为终身的独裁者 那小马克思怎么让自己变成跟他爸爸一样 成为终身的独裁者 是 那最好的目前来讲有美国可以依靠 为什么美国可以依靠 因为他听美国人话 所以他很听美国人话 愿意走美国人要他走的路 那这样的话就有美国人可以支持 然后在美国人支持的情形下 然后他就挑起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 所以他挑起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以后 把福利宾人的头脑把它烧热了 洗脑啊 烧热烧起来 让福利宾人的头脑烧起来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杀死中国人 我们一定要不洗一战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然后把他们的头脑烧烧烧得很热以后 然后当这群菲律宾的一些极端主义的 然后被烧热了以后 然后他们就疯狂了 然后就像吸毒一样 然后他们就疯狂了 疯狂以后他们就形成很大的力量 他就会把他姐姐的那种反对的声音压下来 然后把玛丽拉的理性的人的声音压下来 把安玉诺等他们的这群 反对的声音就会慢慢的压制住 把杜特地都压下来 那他可以跟艾奎诺三世 因为艾奎诺三世 当初也是想要烧 没烧成功 现在小马克思就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烧 只要把这个几千万的 菲律宾的脑袋把它烧热了 然后他们就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政敌把它压下来 然后反正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那个其实美国人不是真的很在乎 菲律宾人的死亡 然后美国人也不是真的很在乎 菲律宾的民主所谓的宪法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就修宪了 修宪以后他就可以把自己修成为 因为他爸爸当时就是这样做的 就是先连一任 后来就完全解除 所以这也是他个人的这个恋战权位 然后他就掌握了军队 因为军队由美国可以给的话 他就掌控了 那由军队就开始实施这种政要 然后就把反对异己 然后就开始去杀害 当时杀害了反对党的人 他原来就是到台湾来嘛 从台湾要回菲律宾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获得情报 说他会被杀 提醒他不要回去 然后他还是要回去 一回去以后在机场 就直接被杀了 有这么一段 好 但现在呢大陆方面 一方面从军事 不怕跟你较量 你说就算是美国加日本 再加上一个菲律宾 因为这次其实 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就是有日本的加入 你说以前美非有共同联合 在演练对不对 可是这次是说日本的怎么 自卫队也要跟着来 要一起加入 而且再加上4月11号 马上就接着就会看到 美日两国的领导人 要共同来谈 有关于要怎么样 让协防来升级 我就问了老师 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做 它的效果会如何 没有什么效果啦 因为第一个 日本的宪法规定 它不能够介入国际争端 日本也可以修宪啊 日本修宪很难 目前自民党的声望太低了 然后日本的国民的教育水平 跟菲律宾不是一个等级 所以日本自民党在日本 它即使想无非作歹 它还是有限 例如说你看它贪毒那么严重 说被爆开了 那还是有一堆人要下台 然后他们的派系 还是一样要解散 所以日本的国民 他们本身的水平够高 所以还能够控制得住 那菲律宾的水平 跟日本不能比啦 所以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因此日本的自民党 目前来讲修宪修不了 修宪修不了的话 日本的军队只是摆个样子 因为它没办法起大作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中国到了也不怕 原因就是因为 北部战区基本上可以覆盖 整个日本的全境 而且呢 如果日本真的一旦 启动跟中国之间的一个交战的话 目前来讲 日本跟中国不是同一个量级 日本现在离中国越来越远了 现在不到三分之一 以后不到五分之一 然后再就是 落后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日本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其实已经没有真的 我们只是说 我们是平等对待 但是如果以力量来说的话 其实不会把日本 真的看得那么的高了 而且现在你看喔 美国说我们要跟你 加强协防的话 就是一旦你的这个钓鱼岛 怎么样了的话 那我其实是可以什么 也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 谁理他 这个我记得以前就讲过 美非1951年不也是一样吗 那谁理你啊 那是你跟菲律宾的事啊 但是钓鱼岛是我们的 那你美国敢介入的话 那对不起啊 那你就来试看看啊 那美国怎么可能 美国那个都是装模作样的 都是装枪作势 就是说他其实都是 就是会用一再的声明 好让大家好像看到情况不一样了 好这种加强合作 其实是一个是一个假象 忽悠忽悠 就听听就好 因为我敢保证 中国大陆海警船 还是在那地方 中国大陆军舰一定会过去 看你美国怎么样 是好 你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美国什么动作都没做 对而且事实上 你知道日本现在很紧张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解放军的军舰 说三月份已经在柬埔寨 那个云壤基地了 是 他还告诉你说 至少有两艘在这个云壤基地 那美国也在紧张 对 所以这个云壤基地 真的就是中方打造的一个 他们专属使用的一个基地了吗 那很重要啊 因为进入南海 那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门户啊 是 就是不用再一定要回到海南岛 这样 因为有些地方是到海南岛 例如到山雅那个地方到海南岛 或者是西沙 那是很好 是 可是如果南沙呢 对 越远的话 那就在就近补给 然后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迟早要打造非常多的海外的 这些海军基地了 这一定要发展的 这不得不嘛 是 坦白说本来呢 而且也有这个力量了 因为一开始 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 一再的强调 就是说是要协助柬埔寨 来建设它的这个港口 居民两用 但你居民两用的情况之下 本来都民用 但是是不是因为形势比人强 外在的形势在变化 所以呢也不得不强调 这个是军事的用途了 那现在看起来 居民既然是两用的话 好 那我觉得柬埔寨啊 你要知道这个柬埔寨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一向是非常的友好 尤其是他们这个新任领导人 红马内 在一上任马上就访华了 是的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位 他根本都还没就任呢 那是十月的事情 可是呢 印尼的这位总统当选人 普拉伯沃 他还是现任的印尼的国防部长 他已经到北京访问了 那么在这一次呢 我们也看到他在昨天 也已经跟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有会面 那么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 这个会晤呢 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不仅仅是说 要继续的提高 这个彼此在什么农业啦 经济啦 基础建设方面的合作 当然也会让人想到的就是军事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防长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一方面请教一下 这个赖老师 你看除了在刚才我们讲的柬埔寨 有现在的印尼 另外还有三个国家的外长 也从4月2号起分别访华 他们是谁呢 让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要不要认一下 认一下这些官员的联口呢 来给大家认识认识 上面这一位呢 是老挝 副总理兼外长 沙伦赛 那么这个是过去的资料照片 我们看到这个外长呢 看起来丝丝纷纷的 这是老挝的外长 那么再往下看呢 这一位我想可能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一些 这是越南的外长裴青山 再来呢再往下 这个画面当中呢 您看到在右边 这个皮肤相对比较有黑的 这一位是东地温的外长 三国的外长呢 都是应大陆的邀请 来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而且一来来三个 再加上刚刚我所说的 这个印尼的总统当选人 哇可热闹的了 大陆现在跟马来西亚的安华 很要好 那新加坡的李显龙不用说了 那已经彼此之间是相互的信任了 是 然后印尼的关系 您可以看到印尼的这个后任总统 普拉伯沃 对他第一站 他自己也说 他说当选后的第一个访问国 就是中国 这显示出他对中国的重视 那接着才会到日本 那过去日本跟印尼的关系 是比中国跟还要好的 现在很明显的 就是印尼在佐科威的这十年内 他很深刻的感受到 跟中国变成朋友 对印尼是很好的 对中国来讲也很开心 开心 很多人都有合作 然后很多以前有争议的事情 都可以透过谈判协调来解决 所以这个合作会继续强化下去 好 那你想再来呢 再来就是东地问 这是第一次邀请 这个很重要 其实不是第一次来了 但是这一次也一起邀请 对 那还有就是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会邀请东地问 你看东地问 越南 还有这个是老挝 对 我觉得 跟柬埔塞的关系 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儿子 就是柬埔塞 他的儿子 红马内 也已经到中国大陆来访问了 去过 所以目前来讲 中简的关系很稳定 中泰的关系也很稳定 那在东盟的十国中 除了菲律宾以外 其他的国家都很稳定 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外长 再到中国来的话 我觉得有强化的一个功能 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觉得印尼这一次的总统 他已经讲得很明白 就是一定要推 这个南海共同行为准则 对 所以东盟的秘书长也已经说 明年一定要把它推出来 对 那你想想看 破坏者会是谁 当然是美国嘛 那美国只能找谁下手 那当然就是菲律宾嘛 那菲律宾可能会变成 东盟最惹人厌的一个国家 而且他事实上 也等于是会被整个 东盟的国家所孤立 被孤立 因为只有他 没有被要求 跟大家站在对立面 对的 但是其他所有的国家 刚才以上所述 都是什么 都是支持南海行为选择 能够尽快地通过 对 而且大家都希望 借由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目前来讲 我们估计 今年也应该 百分之五 已经没有问题了 例如说我们看到 PMI PMI的财购经理人 指数 在指数中 这次你看又比预期还好 三月份 超过了50 到了50.8 比这个彭博社 因为彭博社 当初估计是50.1嘛 结果还更亮丽 那这个对于整个东盟国家来讲的话 对全世界 那当然是觉得非常好的消息 对中国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因为这代表什么 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 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发酵了 也就是说还是坚持不以房地产作为经济的动能 然后是以薪质生产力作为动能 它已经有开始产生效果了 对 然后货币再宽松一点 对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重新的活跃 已经开始再起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势头 趁这个势头再往前推 我觉得再加上东盟跟欧盟之间的助力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再把整个世界的经济再带动起一些 比以前更好的一些环境 对 其实事实上真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说东盟国家其实现在你说哪 很多都是跟中国大陆 其实也都是有这个主权方面的一些争议 但是都是把什么 都是把争议先搁置 然后呢就全力的先拼金钱 但是就这点来讲 菲律宾显然呢 是跟大家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看到呢 这个现在这个东盟的这个秘书长 才特别强调就是说 还是希望那个目标是定在那里 要往那个方向来走 不过呢 我不知道澳洲的态度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也是啊 美国啊 英国就死拉着澳洲啊 然后再加上一个日本跟一个菲律宾 想要在南海搞事 我想澳洲会吗 澳洲现在不是才在跟中国大陆 要赶快把经济搞好的不是吗 澳洲如果又走错路的话 那澳洲是自己折腾自己 王毅已经提醒澳洲了 不要再走回头路 不要再自我折腾 我觉得这个要看爱白尼斯 对 爱白尼斯你要有勇气去对抗美国 是 当你跟美国人说不的时候 美国人就要对你更好了 对对对 你知道今天你刚刚在讲那个谁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 现在是雇人院 对 然后欧盟欧盟的这个冯德莱恩 也是雇人院 他也是雇人院 所以预估需要的数字还要来得更多 然后在这个里面 有没有所谓的上下其手 这个所谓的辉瑞门 如果有丑闻的话 不知道 那他 就现在正在 难怪啊 怎么这段时间安静那么多 有这个争议 那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冯德莱这位大姐 如果真的有的话太脏了吧 真是这些欧洲政客 哎呀 希望没有了 对但是 好 保持一点政治清白嘛 真是 好 来啦 今天谢谢我们这个线上的网友们 大家有帮我们来按赞支持的 都非常的感谢 那也请大家 对 请大家不要忘记 要继续来帮我们来在 今天的视频连结 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多多的协助我们推播 今天天下市需要你们的支持 包括勤教官 玉琴 还有包括賴月谦老师 谢谢 都很努力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我们肯 肯定 那么也不要忘记 今天晚上八点钟 还有头条开讲的线上直播时间 那么也谢谢賴老师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突然来这么一下下 我大概太饿了 习惯了 累了 好我们去吃饭了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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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明镜雇